大多故事是由嚼通天海鲜酒家特约赞助播出 作为多伦多国际摄影展的一个展览 华人摄影家吴扬的走过路过摄影展 在5月6日下午2点 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孔线上美术馆开幕 3点还举行了吴扬和观众的交流对话会 吴扬分享自己从中国上海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后 从即时摄影向观念摄影转型的侵入历程 和转换摄影表现形式的具体世界 摄影师胡杨的新系列 有过路过探索跨国身份、城市、经验 以及日常生活表现的关系 作为日常生活的摄影拼图肖像 这些照片结构街头摄影的标准布局实现 代表许多人物的似乎杂乱 但是有条不紊的日常生活方式 与某些街头摄影师的直接摄影相反 这些快照记录加拿大城市的多元性与多族裔人口 胡杨先生移民加拿大九年来 拍摄加拿大全国的城市 从文革华和卡尔加里到多伦多和蒙特里尔 他的图片一方面是多元性的交象 另一方面也代表摄影师自己的跨国文化差异性感觉 通过他的图像 胡杨试图反思他对加拿大和中国的城市生活的感觉 以及加拿大和中国日常生活的差异性 从他的角度来看主要区别就是这两个国家里日常生活的速度 作为个人感知的探索 这些图像通过反映他人物的日常生活速度 以及反映现代城市的复杂实践性 与他早期摄影作品不同 它们是随机抓拍的小巷 该系列既是即时的也是观念性摄影 与他之前的社会即时摄影系列 上海人家 以及他近期的观念摄影 社会阴霾系列一样 这些形象是民族国家象征性的反映 胡杨的照片代表他对加拿大的希望与想法 他对中国的记忆 以及跨国身份的复杂 中央剑美国人的资源 中央剑美国人的影响 感谢各位我的摄影创围定位 可能和大多数的摄影人有所不同 我是将摄影学与摄影 与摄影像无线学 社会学 通过摄影迷界来记录在特定 及时社会问题 反映民进的失诚状况 用摄影作品来表达我的思想 Different from most photographers I combined photography with a focus on social imagery Through this photographic lens I hope to docu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time to reveal social problems and reflect on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In all, I use photography to express my thoughts and capture our time as historical literature Experience 实用的设计来展示摄影作品 开幕式 大家可以看到六轮群牛津区群的设计 对正教的运动来参加 我希望这个展展是一个派对 我们提前来庆祝加拿大150周年的国庆 我愿意让这一种更 sociable 像一个朋友的设计 这一种表现我的内心向于加拿大 开幕式结束之后 将取代观众和美国的设计 交流进化会 欢迎大家来参考设计与美国的话题 在开幕式结束之后 会有期待观众和观众们的设计与美国的设计 你都欢迎来设计与美国的设计 我看他这些作品 我们是这个年代通过五十年代中国发展过来 经过这个年代 我看这个记录 我就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说摄影怎么用我手上这个摄影机 这个镜头来说话 怎么说话 说什么话 这里边就大股学位 所以我很祝贺咱们吴大师的摄影机 咱们幸福啊 主流的或者说比较重大的重要的服务馆收藏它的作品 这就足以使我们找美术人好好的思考 我觉得那天我没准备要讲话 不好意思我这个都没有留意决心的来 对不起 这个我想有点好吧 叶子这些机会我觉得要不为我们 多么多 俗话艺术界的同仁 与文化同仁也思考 借着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影上 其实它带来的一个无形的摄影 它甚至抛制一个很大的地图跟文化有关系 我们中国艺术家在加拿大的地方应该怎么来发扬中国的文化艺术跟西方的文化艺术如何交接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希望是获得一个 这次的这个走过路过摄影展呢 是我移民加拿大九年来所拍的街拍作品 我把这批街拍作品呢 运用我自己对加拿大的文化的和国家社会的认识 然后呢我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展览的作品 正好五月份是多伦多国际摄影节 那么我借这个时机呢 把这个展览推出推出来了以后呢 就是来庆祝加拿大的150周年庆祝 这些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和我原来早年拍摄的这些照片呢 都不太一样 视觉风格上面都不太一样 摄影语言也不太一样 包括展翅语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的一个整个的一个idea 包括你看没有用镜框装表 直接贴在墙上 然后就是那个用拼贴的方式组合 我自己是想表现加拿大的多用文化 然后加拿大整个社会的一种民主自由 和各种艺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相处 这样的一个给我的一种感受 当然我也有自己对加拿大人的一个期望 希望加拿大人能够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 繁荣昌盛更多的一些勇于进取精神 这方面我也是希望能够给加拿大社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也非常感谢 另外就是这次展览呢得到了许多机构的帮助和合作 比如说那个叫麦雷王小姐 这个作品呢我还认真数了一下 这个主题呢也比较有意思 就是特别是中文的主题叫走过路过 所以也传承了它一贯的这个 不论是即时摄影还是人文摄影的一个风格 对 当然在摄影的创作方式上有一些新的变化 对 我们跟胡杨老师合作了好多年 应该是今年是第四年 对 所以呢 今晚还会继续合作下去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得的把摄影 作为一项艺术来追求的 而且是非常执着的一个摄影家 谢谢 你好 我叫普松 我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而我就是很高兴胡杨先生 请我来参与这次展览 这个空间特别好 我自己左右五年之前第一次看到胡杨的摄影作品 然后从那时候到现在 因为它真是一位认真的摄影师 然后这次图片 它一方面记录日常生活 记录比较混沌的幻想的房间 然后它用它自己的主观想法 代表我们加拿大城市的各地各方的完全不一样的人口 或者人民 所以我就是非常高兴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 谢谢大家 对他的生活习惯文化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那我呢有一个先天的步骤是什么呢 我的英语不好这是第一 第二个 由于英语不好以后你要了解说加拿大的文化各方面呢 要深入了解的话其实有可能度 也就是说我很难真正的去欺乐或者是把握这个社会 这个獨家 这里的人 这个文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去思考 我应该怎么去重新 继续重新摄影 那当时呢我就想到了一个选题 我觉得这个选题呢 我还可以拿得下 之所以能够拿得下 第一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选题是一个永恒的选题 就是爱情 Love L-O-B-E 我觉得这是永恒的选题 而且在加拿大做这个选题的话呢 是有非常好的条件 因为加拿大这里有世界各族裔的人来移民 据我所知 安子就有160多个民族各个族裔 所以加拿大在多属于文化 多元文化方面呢 在世界上也是做得非常好 我自己对加拿大那种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非常愿意来做这个选题 因为当时呢 这个选题呢 就是我申请政府大的方面 一下子就给了我 所以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呢 我觉得也是 加拿大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 就是你自己家有好的想法 你有好的作品 你有好的 就是确实在这方面有人出了 怎么说呢 就是过人之处的话 确实也是 不会说因为你是心理灵魂的这些 就不捐顾你 因为在这边呢 加拿大就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所以这个专题呢 我现在还是在做 那么为什么 后来就是发展到这个走过路过 走过路过这个专题呢 其实当时拍摄的时候 没有按照这个事故去做 只是我就想 因为做一个摄影 这些摄影看来说 我希望每天的照相 即使不停地在拍摄 我每天看到东西 我也希望把它记录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不管去读书也好 去小评也好 去做任何事情 只要在大厅上 我就拿着相机去拍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